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西遊這個故事現在就大熱 在手機遊戲中 剛剛新出了一種風格很特別有關西遊的遊戲 就是這條影片介紹的遊戲 《決戰 二世大堂》 沿著西遊記的故事就發生在唐朝這個盛世中 但是這遊戲的唐朝是有點Siberpunt的風格 而神話人物都很有型,現在就立即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未下載的話,在影片內容上有一條連結可以下載 一開始可以選擇南角或者女角 我當然選擇女角吸引唐真 故事講述大堂就用靈顯技術 開創了科技高度發達的繁華盛世 但是靈顯過度運用就產生陰暗面,魔顯 導致災害發生 我們玩家就是靈顯師帶領身邊的顯靈同伴 要查出魔顯出現的真正原因 看看這個東方幻想二世界的神話故事城市多有型 故事就留給大家一邊玩一邊欣賞下去 也看這個金線紙,看看多帥,戴上眼鏡 玩這個遊戲很吸引,當然有顯靈 去接引師這裡 先預覽一下角色 首先可以看一看杜甫 如果他跟李伯一起上陣就會有一些連繪效果 下面有一些技能介紹 最底的這個描述都重要,可以讓大家了解他的歷史背景 然後我們看下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而下面就會看到有孫悟空 其實悟空我已經有了,整個造型根本就是和大家見慣的悟空是很不同的 那麼帥的人物其實就是找了日本的西日幸治 以及海島千本等出色的繪畫師去設計 基礎外觀就是這樣 左上角就可以欣賞到3DQ版的造型 這個就是用來戰鬥的時候就是這樣 可以轉一轉 然後再說這麼好聽的主城裡面的BGM就是由日本的知名音樂創作家 是西木康自創作的 悟空還有很多不同的時裝 看大家喜歡哪一個悟空 我覺得這個大鬧天公正 超不羈的樣子 整身熱辣辣,額頭還在穿煙 大師兄發燒都發得這麼有型 這些是不是叫活發Fever 發燒那個Fever 然後我們去活動那裡八天登入 首先我就拿了 隨機顯靈極 可以獲得到極品的顯靈 必定有 那麼兼職 其實其餘日子很多時候都會送10抽 去到第7天 可以有自選的極顯靈 第8天有悟空 本來悟空我就很幸運就已經抽到 立即用了這個8天登入的禮物 立即可以抽一個 出來的是 電帽 好棒 我真的猜不到電帽是 玩電鍵 他原來是代表 群體輸出類型的他是 好棒 電帽真的很棒 人設真是一流 3DQ版就是這樣 說真的極力推薦 真的要帶他出場 不打也可以,不過也很好打 我先試試抽,又送很多石 又送很多10抽券等等 其實每天都有排抽,究竟這次會有什麼呢? 哇… 有兩個金色 哇 玉龍三太子 極品質的就有伏虎羅漢 他的眼睛還要不同色,很特別 我有紫色品質的潛龍羅漢應該可以抽一對 另外還有 烏巢蟬絲 哇,孫悟空 這個本身我已經有了,不要緊 可以升階了 非常好 接著解釋一下這遊戲的抽卡系統 每位顯靈都有機會抽到糧或者真或者極的品質 就算是孫悟空,也有機會抽到藍色的糧 就會化成類似碎片的零核 本身的顯靈只是藍色或者紫色的話 抽到相同的顯靈就會自動消耗萬鈴零核 就像這個慈鷹洛羅薩 就由紫色升到金色 就像這次抽卡一樣,有兩個一起升了 接著看看我們剛才抽到的伏虎羅漢 現在其實它一升的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按星星 再看看我們抽到多少零核,拿到多少個零核就有181 為什麼叫蜥梨零核 顯靈就分了四種,有陰天 狗燒 蜥梨 以及萬鈴 這些零核就會按照它的種類可以共用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伏虎羅漢升星 所以這遊戲抽到其他顯靈都是很重要 不過要上第三星就必須要我們抽到一次伏虎羅漢金色的品質才可以 顯靈有四個技能,好像悟空那樣 它的普通技能就是金身棍 下一段時間就會使出零能技能 翻江攪海 是一種全體技 被動技能齊天大勝 就可以提升傷害 越高升數就會越高攻 我只差第五星那個 最後一招技 就需要去到紅色的星星 我一個都未能解鎖,就是這個金晶火眼 遲一點才可以 陣型方面 我們就要去編隊這裡 再按陣容調整 大家看到現在有六個顯靈 左邊就是後排 右邊就是前排 我會根據 連葵去上陣 悟空和八戒上陣 悟空自身最終增傷提升15% 八戒受到五次普攻 悟空就會恢復2.0力 很多時候我都會看看有什麼連葵會發動到 好像這個 劍舞 和電弓 電弓就在這裡 接著這邊 寒龍和伏虎 解釋完陣 才解釋怎樣升等級,會比較容易明白 因為陣容轉型的話是會計成等級和裝備 我們去養成八戒,現在是22,我們升一升等級才幫他 升到滿了24 接著譬如如果我不想陣八戒 我轉第二個角色 紅蟹2 過來 紅蟹2這一刻就計成八戒的等級 連裝備 也都可以計成 所以大家可以專心培育六個角色就可以了 看回戰鬥玩法,其實就很簡單 普攻是自動的 現在我就選了一束,比較慢一點看清楚招式給大家 正常我會選四束 左下角就有個零力計量條,慢慢就會累積 草莫一定數量就可以用這些絕招 今次我用紫金靈 在一招大範圍攻擊 連葵角色,你看到有一個圖示範圍 兩個同事上陣就會發動到 有一個圖示範圍 寶龍羅漢的絕招 雷武很棒,拿著電吉他 吳空也打全體 OK,完了,因為後期都難打一點點,所以我前排都死了 最厲害就是吳空 展示一下這遊戲的關卡給大家看看 由長安到五指山,再到高老莊 這個我已經完成了,可以說說我完成了這一關 其實不是就這樣打這麼簡單 我真的需要進去這個村莊 去探索和拜訪的長老 像迷宮玩法一樣,我們可以有餘敵和寶箱 最後可以進入這個房間,還要解謎 有部靈顯轉化器裝置 所以需要完全按釋我供應能源的系統就可以了 都頗有趣,我也試了一會 要考一點點腦,或者是好彩 加上這個應該就行了 沒錯 所以這遊戲是頗有趣的,除了一般戰鬥之外 還是有這樣交代劇情的迷宮,我覺得不錯 這遊戲還有一個輕鬆玩法 就是如果大家可能某一天沒空玩就可以去回收資源回來 可以去輕鬆追回這裡,拿這個輕鬆卡就可以 追回100%一天的資源 但就需要在日常任務拿到200點活躍 就在上方選單任務這裡 基本上大家平時就這樣按一下按一下都可以完成很多每日任務 有一個福利一定要早點告訴大家 快點升到26就可以開啟工會 逢星期六在工會活動裡面就可以拿到15個預製金元 再按一按上面這個玉寶箱 可以用剛才在工會拿到的預製金元 買一些原本要用錢貨金的配件 好像這個60個玉寶箱,用6個預製金元就可以了 感覺好像工會給你貨金 還有一個福利福原接引 就讓大家可以做個10次10年抽 可以選選一次作為最終獎勵 當然可以選有兩個金顯靈 今集決戰二世大堂就拍到這裡 本身遊戲都有很多福利,看我們影片中有額外福利可以有一個標誌 送禮物給大家 在影片內容上都寫清楚標誌 如果大家還沒下載這個遊戲都可以在那邊找到連結可以下載 畫風非常吸引,再加上西遊元素 玩法都算輕鬆,大家可以一試 喜歡我們介紹的遊戲記得要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謝謝,拜拜 謝謝,拜拜